穿了,身份是假千金,系统让我帮扶真千金 目标是,发颠,打脸,从此走上千金巅峰 而真千金的现状是,内向,嘴笨,憋气憋到乳腺增生 戴不动,真的戴不动 故事开始,那就是泄影啊,土里土气,一看就是小门小户出来的 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里,我站在二楼小平台,高傲地俯视众生 身后,围了一圈小姐妹,七嘴八舌地给我介绍,站在厅内怯生生的人 我微微发愣,系统在我脑内巴巴,这就是你的帮扶对象 我们检测到,这个世界的女主,目前实在太窝囊废了 再没人帮帮她这剧情都走不下去了 我声音轻飘飘,你们写剧情的,都不参考人设吗 系统忧愁道,不造啊,本来我们的大女主剧本里 女主的人设施要求往狂野,疯癫,谁党干谁的风格靠拢 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整个大反转 你必须把她原本的人设掰回来 晚晚你别担心,就那土包子,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见我不说话,四周的小姐妹又道 就是就是,一把年纪还穿粉色,她知不知道自己如今几岁 我瞧着谢盈身上的粉纱裙,面色微冷 巴鼻粉可真特么显黑啊 谢盈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仰头瞧来,微微地露了个笑 我日,居然还是西右色口红 我表情实在有点绷不住,转身直接下楼 晚晚,这点小事不用你出手 我们几个先给她个下马威 小姐妹跟上我的脚步,现实淡淡的保证 绝对让那个土包子以后对你毕恭毕敬 我白白手还没说话,转个弯就和人撞到了一块 看着面前的西右色口红和怨念紫眼影 我忍不住闭上了眼 你怎么回事啊,走路都不看着点 撞到我们玩玩你赔得起吗 随着小姐妹的一句训斥,对谢盈的声讨拉开序幕 三秒钟输出了16句 我睁开眼就看到真千金已经红着眼,渲染玉气 系统蹦出来,宿主,这时不包,更待何时啊 我回,被奚落成这个孙子样 正常人但凡能吱声的都得反驳吧 果然,三秒后,谢盈缓缓抬起头 她伸出右手,举到头顶近了个礼 而后单流出小拇指,向着自己点了两下 手语板,对不起 我,趁着小姐妹都沉浸在我真该死啊的气氛中 我把谢盈带上了楼 不好意思,等她洗完脸 我把人按在梳妆台前叹气 我给你重新化个妆吧 谢盈眨巴着眼看我 小声吐出一句,谢谢 哦,你会说话啊 谢盈羞涩一笑 我不会和人吵架 只能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伤害 我肃然起敬 谢盈看着我忙前忙后的在她脸上捣翅 忍不住低声开口 女人还怪好的嘞 我面上淡淡内心苦逼 不把你扶持着走上真千金巅峰之路 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谢盈从镜子里看了我一会 低垂下头 眼眸似乎微微红了 其实我不想这样的 我知道你在这过得很好 知道他们都不喜欢我 如果可以 我宁愿 说什么傻话呢 我面色复杂地看向她 一年三千万分红 你不要了 谢盈画风一转 我宁愿从出生起 就和你是亲亲热热的好姐妹 哟喝 我眉梢微挑 看着能伸能屈的 也不是完全没救啊 给谢盈重新识多一番 我带人往楼下走顺带介绍众人 什么书摆 孤沈 真是好大一个家族 谢盈默默听着 最后缩在楼梯边上长蘑菇 我害怕 你少给我来着死出 我看着系统给我列出的任务进度 着急上火 今天这个闲眼包 你是当定了 谢盈张张嘴还没说话 边上摇摇地传来了句 晚晚 这一句十八弯的语调 尬得我煞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来人穿着白色蓬蓬裙 好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 系统及时给我介绍 苏月 前期是假千金的好闺蜜 没有斗不倒的千金 只有墙头草的闺蜜 哎呀 这怎么还蹲着一个呀 苏月惊讶无嘴 大庭广众之下 女孩子不可以这样的 多给谢家丢人啊 我不耐烦 这就给家里丢人了 那你上个月喝多在警局撒泼 你妈包成假面战士 捞你算什么 苏月一愣 随即眼圈红了 晚晚 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又丑 又错的土包子这样子说人家 我给地上的谢盈识眼色 她说你又丑又错爱 谢盈默默地把手举到头顶 让我一把又按下去了 说话 我咬牙切齿 谢盈站起身 结结巴巴 你 你妈 苏月一个眼神丢过来 谢盈又蹲下了 你妈 浮如东海 我 我好绝望 就这还想疯狂逆袭桀打脸 怕不是痴人说梦 把苏月打发走 我蹲身和谢盈唠 你不是土包子 你就是个软包子 你得支棱起来知道吗 谢盈小声抱怨 来这里之前 我最支棱的经历 只有和野猪赛跑 我心下微叹 也是 农家姑娘出体验 我不能太着急 行吧 我拍拍她 那一会 爸爸叫你上台 你不要紧张 要大大方方的 把台下人都想象成野猪就行 谢盈想了想 说了实话 被上百头野猪包围 我可能会直接吓尿 我人都妈了 刚想再努力一把 中央舞台上 我爹已经手持话筒上去了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 参加我的50岁生日宴会 同时我想 大家也听说了 我的女儿 谢盈 终于回归到了我们谢家的大家庭众 谢霸摇摇冲这边一招手 来 盈盈 一瞬间 目光聚集到小小角落 我能感觉到 谢盈整个人僵得好像石雕 猪 都是猪 我小声给她打气 谢盈咽咽口水 站起身 说出了第一句开场词 啰啰啰 我闭闭眼 掐紧自己的大腿 这是方言 意思是 大家好 谢霸面色微缓 盈盈还会多门语言呢 我不动声色地推推谢盈 快上台 谢盈同手同脚递上去了 我松了口气 站在人群中看谢霸滔滔不绝 谢盈在边上坐立不安 既然是伯父的五十大寿 那想必盈盈姐姐也准备了礼物吧 眼见着演讲到了尾声 苏月又蹦出来 我听说 晚晚可是给伯父买下了一座新欧式田园古堡 那盈盈姐呢 我一个劲的戳系统 我他妈什么时候花着冤枉钱了 系统抱头鼠窜 那是原来谢碗的所作所为 再说 不给谢盈点紧迫感 他什么时候才能支冷起来 谢盈脸白了白 求救般的目光望向我 我叹气 刚想上台 后面人群就让开了一条路 服务生推着一辆小板车 缓缓到了台前 板车上物件体积不小 还边走边吊渣 苏月又是一无嘴 挡住小人得逞的笑容 天啊 这应该就是盈盈姐准备的礼物吧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谢盈看着被深色绒布盖的 严严实实的小板车 脸色更白 恨不得下一秒就要绝过去 苏月威一勾唇 那就让我们看看 盈盈姐准备的礼物吧 容不被一把掀开 一座手工捏造的黑泥土扭曲建筑 出现在众人眼前 大厅内煞食一片寂静 在谢盈即将哭出声之际 我淡定开口 爸 这是姐姐送你的 哈 哈尔滨的移动城堡 呜呜我真的太丢人了 幸亏有你在 宴会结束 谢盈抱着我在后花园哭 那座城堡 我觉得很有意义才想送给爸爸的 我安慰他 爸爸还是很喜欢的 你看 这不都搬到花园里来补狗洞了吗 谢盈完全没有被我安慰到 哭的声音更大了 别哭了 我拍拍他 经过今天此意 你应该已经有所觉悟了吧 谢盈重重点头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我恨不得给他一下 谁给你说这个了 你如果一直软弱可欺 就会一直是所有人针对欺凌的对象 我看着他 你必须自己强大 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金 谢盈默了默 微微低头 可是我不想做千金 我苦口婆心 一年三千万的分城 你都不心动 谢盈看向我 可是我在农村老家有个农场 里面有三百头羊 我 蛋 谢盈 三百头牛 我 这 谢盈最后勾成一笑 很自豪地说 以及三百匹野马和五百头猪 去他妈的真假千金 我一握谢盈的手 目光灼灼 姐姐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农家生活 向往大自然的风光 谢盈看着我 声音轻轻地问 你不喜欢现在这种生活吗 我叹气 我是很喜欢三千万RMB 但人均三百个新颜子的豪门 还是算了吧 谢盈嘴唇动动 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背后 老管家悠悠冒头 两位小姐 该休息了 明天还要和老爷夫人一起外出 我拍拍屁股站起来 拉着谢盈往楼上走 管家一拦 大小姐的卧室在一楼 一楼 我纳闷 一楼又朝 房间还小 为啥她的房间在一楼 管家微微弯腰 但没一点抱歉的意思 大小姐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好 只能让大小姐在一楼委屈下 有没有搞错 她可是大小姐爱 我很生气 暴毙给谢盈使眼色 谢盈下意识一下挺直腰 邓管家 我堂堂谢家大小姐 怎么 怎么连个合格的卧室都没有 很好 保持住 老管家一笑 大小姐是在指责我 办事不利吗 别怂 我压低声对谢盈道 拿出大小姐的气势 谢盈颤着腿 桀骜地冲老管家 扬起了下巴 呵 没错 所以你最好摆正自己的态度 千万不要逼我跪下来求你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 虽然谢盈不争气 但是我还是据理力争 帮她争取到了二楼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 谢妈带我们去参加 富人下午茶聚会 好大的草场 用来放牧刚刚好 谢盈指着窗外的草坪 一脸艳馅 谢妈有点嫌弃地瞧着谢盈 盈盈啊 这是用来打高尔夫的 你有不懂的 就先问问妹妹再说话 谢盈滴滴呕了声 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漫不经心地看窗外 好好的草场被高尔夫打稀碎 还不如用来放牛羊 谢妈脸色微僵 车停了 她连忙冲来迎接的球场经理招手 找几个技术不错的球童 先热热场 几家贵妇都在遮阳棚下 我带着谢盈 慢悠悠走在最后 谢盈很紧张 怎么办 我从来没打过高尔夫 肯定会出丑的 我本想说 无所谓我会出手 但又一想 谢盈迟迟未动地打脸任务 开始手动教学 高尔夫其实不难 打不打得出去不重要 主要是装逼的气势 不能落下风 谢盈跟着我比划两下 还挺有样 很能唬人 哟 这不是我的新妹妹吗 背后 见兮兮的声音随风而至 我转过身瞧着 穿Polo衫的男人 面无表情的戳系统 这谁来着 系统 谢特 我 骂我 系统 不是 你大伯家的儿子 谢特 谢盈不知所措地 揪揪我衣服 我老神在在叫人 谢特哥 谢盈有样学样跟着喊 谢特夺过来 看着谢盈身上 不太合适的运动服轻笑 婉婉 怎么连身合适的衣服 都不给新妹妹买呀 我面无表情 我们年轻人都喜欢 oversize 谢特冷哼一声 怕是根本没心思 给她买东西吧 毕竟就是个联姻商品 犯不着多花钱 我一正 什么 你少在这装傻 谢特目光落在 不远处的遮阳棚 那边坐在最前面的那位 就是秦家大少爷 你们家不是一直想跟人家攀亲 不然为什么把谢盈接回来 我转头瞧瞧 一言难尽 就那有刚粗 没刚高的地中海 她看起来 二胎都得十八了 爸妈居然想把谢盈嫁给她 谢盈文言 直接开始飙泪 正开我就要回去放牛羊 盈盈 快来 谢妈坐在遮阳棚下亲切招手 一点都看不出 刚刚嫌弃的模样 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 一会一起打球啊 谢盈眼含热泪 晚晚 我一把夺过谢特的球杆 塞到谢盈手里 记得我刚刚说的挥杆药领 低格装起来 而后 我又冲谢妈一挥手 妈 姐姐说想给咱们展示一下 她新学的挥杆技巧 谢妈一梗 像是预感到大势不好 不然还是先 我压根不理 冲谢盈眨眨眼 谢盈接收到信号 深呼吸一口气 弯腰 仰手 挥杆 一气呵成 扑通一声 一块拳头大的草皮 随着抛物线直挺挺地落进了谢妈的镀银瓶碑里 全场寂静 谢盈掐着腰装足了有朴的气势 抖着腿看我 怎 怎么样 我瞧着谢妈争鸣的脸 和地中海敬畏的眼 舒心地输出口气 妈的 第一次不凡装逼的人 谢盈这风头一出 成功把地中海给唬住了 直到离开球场 她都没在正眼瞧谢盈一次 回去路上 谢盈若有所思 支棱一下 好像确实有用 我点头 逆袭打脸 都是为了成为更加强大的自己 虽然我俩都开心了 但家里明显其他人都不开心了 回去谢妈就开始阴阳怪气 甚至隔天叫上谢爸 一起搞起了小型评判会 盈盈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 不懂礼节呢 谢妈拿着手帕点点嘴角 努力抑住厌恶 虽然你在乡下长大 但最起码要有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风风火火的哪家男还能喜欢 谢盈不知所措地看我 我语气淡淡 你管他喜欢什么 谢妈板起脸 晚晚 你这几天 怎么也被带得这么没有分寸礼数了 我笑了下 谢盈都要被卖给地中海联姻了 再懂礼貌树新风 那我就得怀疑他的精神状态了 谢爸也沉下脸 晚晚 我们把你养这么大 不是让你帮着外人对付我们的 话音落地 我们四个人都顿了一下 我悄悄去了掩谢爸的脸 哦莫 不小心把心里话讲出来了吧 谢盈呆愣几秒 熬得起身冲出别墅 我要回农 喷一声 他准确无误地撞进了门外帅哥的怀中 恰是屋外微风震震 吹起他的发烧 吹起他的衣角 就这么个唯美的意境里 谢盈一抬脸 拉长笛式的哭嚎 伴随着眼泪鼻涕飞了帅哥一怀 我刚想鼓掌的双手又默默放下了 盈盈妹妹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男人勾唇露了个温和的笑 像是全然不在意胸前的鼻涕水 谢盈吸了吸鼻涕 你哪位 男人自我介绍 我叫苏日 是苏月的哥哥 哎呀 小苏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谢爸 谢妈 这才装目作样地跑出来找人 看见院中相拥的人影先是一愣 而后对视一眼 笑了 快来快来 都进屋说话 谢盈和我慢吞吞地跟在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后背有点发凉 谢盈道 我嗡了声 应该的 因为你又换买家了 谢盈十分悲愤 什么狗屁千金小姐 我简直像进了人贩子窝点 我看着擦眼泪的谢盈 心底不是滋味 如果按照原剧情的发展 谢盈真的会像建商品一样 被人挑来选去 会经历女配陷害 男友背叛 家庭被刺 虽然她的原人设披腻又癫狂 但谁的心都不是铁打的 别担心 有我在 我懒过她的肩 Girls help girls 谢盈看着我 目光透出感激 以及浅浅的疑惑 婉婉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你就不担心 我的回归会对你造成威胁吗 我也纳闷 就你这自己天天憋气到 恨不得乳腺增生的 能给我造成什么威胁 谢盈一梗 刚想说什么 就听前面谢妈道 小苏看起来和盈盈很投缘 你们年轻人多聊聊 我忍不住发问 你是从哪看出来投缘的 难道是苏日胸前眉干透的鼻涕水 谢盈也在我的眼神 鼓励下 孽如开口 就 就是 我和她根本没有灵魂共鸣 谢妈还没说话 苏日却先开口了 她目光在谢盈脸上停留一瞬 笑意微凉 盈盈妹妹 你好像还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这种话 不是该由目前的你说出口的 妈的 果然最凡装逼的人 谢盈本来还稍有气势 被苏日寒凉的眼眸一钉 煞时缩到我背后 匀 我冷笑一下 毫无畏惧地瞪回去 她的定位 就是美丽动人 可爱活泼的大小姐 倒是你 上下打量一番 我吃笑 给你安根天线吧 省得不清楚 自己是什么趣味货色 我说这话也不全 因为苏日这品男 目前招人烦 主要是后期剧情 他也没干什么人事 骗色不说还骗财 甚至背着谢盈 偷了好几个谢家的项目 被人发现时 却咬死不认 黑锅全让谢盈自个单了 婉婉 怎么和客人讲话呢 谢爸不乐意了 脸拉得老长 你这几天越发没有规矩了 家里教导你二十多年 都交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我文言只想呵呵 但碍于一年三千万 我暂时 先把这句呵呵咽了 谢盈看看我 又看看脸色阴沉的 谢家人和苏日 可一弯差点贵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 求求你们 不要再吵了 都是我不对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不是来拆散你们的 我眼疾手快 把人一下捞住 恨铁不成钢 你搁着干什么玩意呢 受害者有罪论 谢盈捂住嘴 马上就要来断窝囊 BBOX 却被墨地打断 真热闹啊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咦 这该死的油腻气泡音 我回头去看 差点被眼前 沙马特的紫色西装闪瞎眼 王 王总 谢霸脸色一变 眸色阴沉 不年不节 王总上门 可真是稀罕事 王总 全名王霸天 是这小破剧情理 唯一的反派 虽然他现在特别皮靡 但最后也没落什么好下场 身着暗紫西装的 王总邪妹一笑 我是来道谢的 毕竟西城那么大的项目 还要多谢谢总的拱手相让啊 这波嘲讽拉满了 看着谢霸铁青的脸 我对邪妹子王总的好感 突然升高一丢丢 王霸天 你少阴阳怪气 苏日冷声道 你等着 后面的项目 总有你哭的时候 我哭 王霸天拼命一仰头 伸出根手指晃了晃 这世上能让我落泪的人 还没出 话音默然一顿 王霸天瞧着偷偷摸摸 露出半张脸的蟹影 眸色渐渐意味深长 邪魅狂眷 女人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虽然我知道你 忌惮于我的屁腻 但放心 我不会对女人动粗 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目光聚集 谢霸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 我拍拍她示意大胆畅言 谢霸咽咽口水 我觉得 你好像有那个大病 霸仔 你成长了 我好欣慰 不止我欣慰 谢霸 谢妈也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想让盈盈去联姻了吧 客厅里 谢霸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看看王八天 那父母中无人的样子 不找人强强联合 难道我们要等着被王氏吞并吗 咱家公司的资金链 已经出现问题了 你们知不知道 我翻了个白眼 商业合作明明有那么多种 你非得挑个损人不利己的 谢霸吹胡子瞪眼 你跟女孩子家家懂什么 就是这种因缘血脉的结合 才是最牢固的联盟战线 谢妈也在边上巴巴 是啊 爸爸 妈妈养你们这么多年 你们也应该为家族做贡献啊 这话你在我面前 说说就算了 我无语道 他谢霓来这满打满算半个来月 饭没吃几顿人先搭进去了 你好意思说 我都不好意思听 谢霸气急 行啊 那你去 我谢家养你二十几年 你该有点作用了 我是不可能逆来顺受的 张张嘴还没说话 一道单薄的身影 却突然挡在了我身前 谢霓第一次 直视谢霸的眼睛 腿一点都不抖 不 不可以 谢霸冷笑 一个两个 都要翻天是不是 谢霓咬唇 滋 滋金链 我能想办法 我愣了下 反应过来赶忙扯他 别乱来 就你那三百头牛羊 还是自个留着养老吧 谢霸文言一顿 声音稍稍放缓 盈盈啊 爸爸就知道你懂事 你是愿意为家里分担的 对不对 眼见着谢霓就要点头 我心急如焚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和姓苏的在一起 会过什么日子 谢霓回头瞧我 小声说 你不是要我 要我知冷吗 你看 现在我知冷了 也能保全你 我一梗 虽然很感动 但你这种自损八万的做法 真的不可取啊 谢霸眼神在我俩之间转了一圈 末了 舒然高深一笑 放心 都是爸爸的好女儿 我怎么可能舍得你们受苦呢 我狐疑的与谢霓对视一眼 就着老逼灯 能想出什么人招来 事实证明 他真想不出 他老人家直接把谢霓迷晕 送上了王霸天的床 接到消息 我内心真是好大一个卧槽 和人沾边的事 你是一点都不干啊 不是 你做这事的时候过过大脑吗 我无语至极 甩手就要出门 你是觉得王霸天比起苏日来 还勉强算个人吗 谢霸很愤怒 你懂什么 王霸天早晚会对咱们家下手 他那天既然表现出了对盈盈的兴趣 那我何不满足他 让我们两家互利共赢 我打开车门 回头望向谢霸的眼神冰凉 从始至终赢的人 都不是被你送出去的人 做了下件事 就别给自己找理由 谢婉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谢霸气急 一个巴掌呼上来 扇得我几乎站不稳 谢婉 说到底 你才是那个白吃白喝二十几年的外人 谢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一张脸透着孙然的冷意 我们养你 不过是希望你能为家族做出贡献 现在有人能代替你去 你应该感恩戴德才是 感恩戴德 我慢慢站直 轻轻抿去嘴角的鲜血 如果我不知道剧情的最后走向 那或许我还会对谢家保留两分真心 不过可惜 穿越而来的我早就知道了全局 谢婉作为假千金恶毒女配 虽然有过几张高高在上的好日子 但很快 随着谢家的摔腿 她被谢家送上各色各样男人的床 用身体去换谢家苟延残喘的机会 她最后死在了三五小诊所 曾经风光无限的千金小姐 死时疾病缠身 苦不堪言 甚至连为她收尸的人都没有 尸体被丢弃在河道里 发烂发臭 我抬眸看着谢爸的眼睛 不怒反笑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莫齿难忘 所以接下来 我会依依奉还的 车子驶出谢家别墅 我慢慢输了口气 感觉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谢盈曾经问过我 真的喜欢这种生活吗 我想我当时的回答应该再坚定一些 开进新的别墅区 我照着王霸天的大别墅 一脚油门轰去 引擎声震天响 晚晚 别墅门一开 出来的人出乎我的意料 谢盈 我看着身前利利索索 一尘不染的女孩 虽然惊讶 但还是先给她披上外套 你没事吧 谢盈却眼神一灵 你脸怎么了 我下意识摸了摸还热乎的巴掌印 没什么所谓的摆摆手 撞出蹄子上了 脑内许久未上线的系统突然蹦出 宿主 经过重新检测 剧情人设已经掰回三分之一了 我一正 好家伙 我还挺牛 你给我站住 门内又跌跌撞撞冲出一人 鼻青脸肿 捂着熊猫眼沧桑流泪 我定睛一看 哟 这不号称永不流泪的王霸天吗 王霸天亮亮呛呛地冲过来 见到谢盈下意识一缩 目光又落在我身上 瞬间悲愤无比 卧槽 你自己打还不过瘾 还要叫个打手过来 谢盈你是不是人了 我一顿 狐一的看向 正在望天庄无辜的谢盈 你自己打 谢盈黑黑一笑 你知道的 我们乡下人 如果跑不过野猪 那就只能和野猪搏斗了 王霸天无能狂怒 你说谁是野猪 我眼神在他那毛发 茂密无比的胸膛上停留一瞬 很嫌弃 王总 穿件衣服再说话吧 王霸天气势瞬息 如同被羞辱的大姑娘那样 直捂胸口 你们俩给我等着 我微微一笑 求之不得呢 最终 谢家还是如愿以偿 和王家强强联合了 不过和老谢逼登没什么关系 是我自己手下培养的小公司 攀上了王室这棵大树 又不是不签 你天天催什么 又一次站在王霸天的办公室里 王总显然对于我三天两头的催促很不耐烦 我王霸天向来讲信用 难道还会捋你 那倒不是 我实话实说 非常诚恳 主要是天快凉了 我怕你破产 王霸天文言就要骂 但又在谢盈看野猪的眼神中 自己把自己哄好了 我嘖嘖称奇 你给他下咒了 王总最近都不穿暗夜邪妹子了 谢盈老神在在地看资料 男人装逼总不好 多半是欠揍了 多打两顿就好 我不由得肃然起劲 赢宝 你成长了 真的 谢盈正了正 抬头瞧我 笑得温温的 多亏晚晚细心教导 女主人设之冷起来 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 系统隔三差五 就喜气洋洋地提示我任务进度 我则是每天开开心心地 跟着俩自带光环的主角混吃等死 首月分红就直逼千万 而谢盈也因为表现特别突出 在谢氏的地位直线上升 甚至有股东向她兜售股票 意图拉人入伙 3% 谢盈摇晃着红酒杯微微笑着 干练强势的模样 一点都看不出 当初那个羞涩胆怯女孩的影子 您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谢盈眸色微冷 但凡知道我现在身价的人 都不敢这么没诚意 您不能仗着长辈身份 连脸皮都不要吧 对面中年男人脸色胀红 边上表情一直不好的小辈 按捺不住出声 谢盈 你懂不懂礼貌有没有分寸 居然敢这么对长辈说话 谢盈目光转过去 想了一会才一起这号人 哟 谢特哥呀 好久不见 你怎么都跟在长辈屁股后面 跟我讲话了 我在旁边倾笑出声 谢特哥 如果我是你我宁愿少说话 毕竟包里的钱还没身上的戏多 处置还不够丢人的 你 谢特目光凶狠的像是想拔刀子砍人 我分毫不在意 抬手轻轻点了点 谢大伯递来的股份购入合同 这东西您还是自己收好养老吧 毕竟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谢特可不一定能保您晚年无忧 抛下眼貌怒火的谢家人 我跨着谢盈 悠哉悠哉的出了谢氏 不过刚到楼下就让人拦住了 晚晚 盈盈 你们多久没回家了 谢爸站在公司大厅 显然是准备来个问中捉鳖 两个姑娘家天天不着家 就知道让我和你们妈妈担心 公司一楼人来人往 谢爸这话一出 就特别有留守孤寡老人形象 再加上这人满眼红衣热切 还真就有吃这一套的 谢董好可怜啊 两个孩子都不回家看看父母 听说两个女儿和谢董打擂台呢 哎 好门 不管怎么说 谢董把他们拉扯到这么大 真的有点 谢爸站在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上 明明高兴的都快开花了 面上却硬要装出一副苦逼的表情 我看了好半天 忍不住问 爸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快分裂了 谢爸表情一僵 什么 我不予多说 从包里掏出一张黑卡 这是我这个月的分红 一千万 都给你了 足够你养我这些年的开销 希望爸爸手下留情 看在钱的面子上 就不要再卖女儿求合作了 四周小声嗶嗶的讨论输然一顿 接着更加激烈 卖女儿爱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豪门 怪不得俩女儿都不回家 这哪是回家啊 这不卖女求容中转战吗 谢爸根本没想到 我会当众撕破脸皮 苦苦期盼的老父亲 形象煞时破功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谢银勾唇 用近乎冰冷的语气道 你应该不知道吧 你当初 你晕我把我送上别人床的当天 我就去了医院 抽血化验 报告一试两份 直接送到了律师所 药物残留写得清清楚楚 你以为自己能抵赖 谢爸腿一抖 胡说八道 我根本没做过 我要告你诽谤 我晃晃手机 你确定 我这里可有当时 行车记录仪的监控记录哦 谢银怎么出的谢家 怎么被弄上车 都一清二楚 看着谢爸苍白的脸 我舒心一笑 用完车都不知道删记录 还眼睁睁看着我把车给开走了 Daddy啊 你可真是个傻老灯呢 与谢家撕破脸皮后 虽然谢爸在报纸网络上 都做出一副悲痛心碎的姿态 但谢银反手 就把当初她被人下药的事报了案 谢老头51岁的生日 都差点在橘子里过 谢妈也来找过我们 在吃了数个闭门羹后 终于抛弃了贵妇形象 毫不顾忌地在门前破口大骂 咦 她骂得好脏 新别墅里 谢盈站在落地窗前点脚看 真奇怪 她骂咱们也就算了 怎么连路过的狗都要骂两句 可能是疯了吧 我想了想 拿过手机拨打电话 十分钟后 一辆红白相间的中型救护车 缓缓在别墅门口停稳 下来两个高大猛男 二话不说 就把谢妈架上了车 警笛扯响 救护车带着谢妈扬长而去 只留精神病院专用六个大字 深深印在了过路人的脑海中 谢盈笑着望向我 眼底都是清快明朗的光 我一带笑看着她 听到脑海中系统不停地抱提示 今天 我们又向目标迈进一步 马上 我们就要把人设掰回正轨了 马上 我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怀着分外美丽的心情 我连上班都更有动力 王八天阴阳我摸鱼 我都懒得奚落它 又是一单合同谈完 我开开心心地下班 去停车场的路上 还在琢磨 今晚是叫谢盈去吃牛蛙 还是三文鱼 砰的一声 脑后一阵剧痛 我眼前一黑 倒在车边 不省人事 醒来四周一片漆黑 我第一见识 就是先摸后脑勺 生怕自己脑壳子 已经掉下来一块 还好 只是肿了个大包 我这才呼出口气 放心打量四周环境 醒了呀 咔哒 一声 眼前亮起一盏不大的碧灯 我微微眯眼 瞧像扮演在昏暗中的人影 是谢特 我有点无语 你吃饱了是没饭做事吧 绑我除了爱喷你 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谢特冷吃一声 非常装逼地点了根烟 你最近和那个土包子 实在猖狂 不给你们点教训 我真是寝食难安啊 我慢慢动了动身子 脚腕上沉重的铁链被带动 发出哗啦声响 谢特警觉地点点我 你别想给我耍什么花招 我试了试链子的硬度 不走心地敷衍他 开什么玩笑啊GD 我这么柔弱能有什么坏心思 你没有坏心思 谢家多少口人 心眼都长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与谢特截然不同的声音 我一顿抬头看去 又一道身影缓缓从楼梯而下 苏日 我稍有意外 你怎么也和这大脑 完全不发育的混一块了 谢特怒 烟雾重重吐出 你他妈说谁呢 苏日手当其冲 被烟雾糊了一脸 脚下一个裂跌 差点跌倒 我目录怜悯 哦 你是小脑发育不完全 苏日扶着忽兰站稳 冷傲地扬起下巴 随便你骂 反正你也没多少日子 可活了 随着他话音落地 所处空间疏然一晃 我差点一脑袋处上墙壁 却也莫地意识到 这他妈好像是在船上 谢完 苏日挤不夺过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带着你那碎嘴 位于驱吧 小渔船的船舱板被掀起 潮湿的海星位扑面而来 我被苏日按着脑袋 整个上半身 马上就要与大海来个亲密会面 等等 我死命挣扎 能不能让我死前落个明白 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苏日不答 狠狠把我脑袋按进海水里 闲湿的海水瞬间将我淹没 我努力挣扎扑腾 却只换得更加用力地按压 枪进口鼻的海水 拼命挤压着我的肺 不得呼吸 哗啦 几十秒后 我才被苏日捞出 丢在甲板上 和条死狗一样 大口喘着气 嗨嗨 你他妈 我趴在甲板上 大脑又晕又痛 整个人都使不上力气 你就这么 这么恨我 恨你 苏日笑了下 拿过手帕慢条丝里的擦手 弹不上 只是看你不顺眼罢了 如果不是你 与谢家合作的 只能是我 获得大笔收益的人 也应该是我才对 他说着 苏然目光一狠 黑尘的眼珠直直钉来 最重要的是 如果不是你 谢婉这一次 会心甘情愿地 被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做一个愚蠢且听话的 女主角 我心头重重一跳 强装镇定 你 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苏日神色俱傲地 俯视着我 谋底一片音异 你一个外来者 恐怕根本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吧 第四次 每一次每一次 我都因为剧情发展 而被谢盈那个贱人狠狠打压 即使有战上风 也不过寥寥几年 他谢盈 永远都是赢家 我望着苏日 逐渐争鸣的谋色 促然一顿 一个不敢置信的念头 猛地窜出 世界每一次重开 剧情每一次重来 我永远都是那个失败者 凭什么 苏日失声吼出一句 煤烧间全世界攒不下的音域和力气 好不容易 这一次他不想争了 可为什么又偏偏冒出一个你 我没说话 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所以 谢盈自始至终都知道所谓剧情发展 知道世界的故事趋势 知道 我 你当他是傻子吗 苏日目光凉凉 黑沉的眼珠裹挟着寒意的冷光 他可是女主角 是这个世界的虫 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呢 话落 我们俩都是一阵沉默 半晌 我剥拉了一下自己乱糟糟的失发 无辜眨眼 那你猜 你绑架我这事 谢盈会不会知道呢 谢盈不仅知道 还搞了个大阵势 来美女救美 我望着从天而降的直升飞机人都妈了 这破船还没耐飞机的悬疑大 你往哪停啊 谢盈站在软梯上 马尾高高竖起 单手扛枪 冲我帅气挑眉 晚晚 我来救你了 我在下面热泪盈眶 你他妈梯子 打老子脸上了呀 苏日后曹牙咬得死紧 面目猙獰 手肘死死抵住我的脖梗 谢盈 你居然敢来 你再靠近一分我就 P.I.U.的一声 苏日手腕一松 满目不甘地倒下了 谢盈对着枪口潇洒一吹 傻逼啊 没看见老娘有枪 我吓得不敢回头 生怕看到脑壳爆僵的场景 安心啦 谢盈从软梯上跳下来抱住我 只是麻醉枪 我这才说出口气 回抱住谢盈 开始呜呜告状 这狗儿子要拿我喂鱼 还把我脑袋按海里 我到现在都觉得脑僵子不均匀 还有种头重脚轻的错觉 谢盈拍拍我 淡定道 板 不是错觉 你发烧了 应该的 毕竟我在这小破船上 吹了大半天的冷风 于是我嗷了声 心安理得的晕了 醒来是在医院 谢盈正坐在我旁边 手里拿着个刚削好的苹果 我虚弱的勾勾唇 还知道给我削个苹果 真不错 谢盈一顿 犹豫地把苹果递过来 你刚醒 能吃吗 我昏睡这么久 口干舌燥 抓过来就先啃了一口 有什么不能 谢盈就嗷了声 沉默地看着我 我嘎巴嘎巴啃了半辣 才转头看她 你就没什么想给我说的 谢盈默了默 病房里没有刮皮道 我手磨地一顿 谢盈心虚地别开眼 苹果是我拿牙削的 你他妈 我面色轻了又白 忍了好几人才没有出声 算了 半晌 我认命地叹了口气 毕竟你刚救了我一条狗命 谢盈黑黑笑了下 特傻 我看着 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好半天才说 苏日都告诉我了 这个世界的一切 她都告诉我了 谢盈一正 下意识的啊 和声 病房内再次安静下来 我和谢盈面面相对 却谁都不知道 该如何再开口 其实 你早就知道 我不是原来的谢婉了吧 我看着谢盈 想起最开始的初见 忍不住笑 那妆是不是你自己化的呀 就破罐子破摔成这样 谢盈像是松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 骂撒着我的手腕 我当然知道 你不是原来的谢婉 毕竟重来那么多次 她哪一次都没有给我好脸 至于是不是破罐子破摔 谢盈略停顿几秒 才张张嘴 声音轻轻地说 我都经历了那么多次 真的觉得很无趣 所以这一次从一开始 我就不想争了 只想摆烂 顺便给苏日那小心眼的一个机会 省得她每一次都气成河豚 我愣了下 你知道苏日也有自我意识 谢盈点头 虽然是个大女主剧情 但苏日勉强也算得难一好吧 我都这么清醒 她有点B数 不是也很正常 我沉默几秒 讲真 你现在这个说话的性子 才是你原本的人设吧 谢盈咧嘴笑 我想了想 渐渐顿武 所以王八天会和咱们联合 还这么听你的话 是不是因为 她也隐约有了意识 谢盈摇头 那倒不是 她只是好呼哟 我哭笑不得 刚想再说些什么 脑海中 沉寂几天的系统再次上线 宿主 系统检测到 任务已经完成 女主人设掰回 后续剧情得以继续 你可以回家了 系统声音十分雀跃 连带着我的心情都波动几分 但那并不是完成任务的激动 更像是终于看她得以自由 走上巅峰的心位 婉婉 怎么这么看我 谢盈声音传来 我回过神 慢慢地吐出口气 就是 很感慨 你说你明明人设性格这腰牛逼 当初却还要装傻充愣地 用手语笔画对不起 谢盈愣了下 扑斥笑了 她没说话 而是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而后指节微微弯曲两下 我眨眨眼 不明所以地望向她 谢盈笑着 这是 谢谢你 晚晚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你让我觉得 即使所有的剧情都达成 这个世界也依旧有趣 而不会让我无聊到 只想重来 阳光从窗外倾洒而至 落在谢盈的侧脸 像是镀上了一层精美的柔光 显得她整个人温和又烂漫 我在这个世界重来过许多次 因为每一次 每一次 世界剧情总是在要求 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 剧情要我做真正的千金 做高贵的 站在顶尖的大女主 要我做世界上的第一人 可我一点都不喜欢 谢盈慢慢说着 像是陷进了某种很深的情绪里 眼上缓缓透出一种寂静的落寞 我知道 你也想我站上那个高位 但你与他们都不一样 有很多个瞬间 你是真心实意的在保护我 我静静听着 懂事的没有询问 每一次的重来 是如何开启的 胸口渐渐涌起酸涩骨胀的感觉 我属然想起了 谢爸生日宴结束的那个夜晚 我和谢盈坐在花园的草垫上 听她慢慢讲述她 农场里的牛羊马 或许就是在那一个瞬间里 我瞧见了谢盈 眼底一滑而过的 字意与明朗 所以在往后的每一天里 与其说我不希望 她成为谢家交换资源的筹码 更应该说 我希望她能自由 谢盈看向我 笑着说 只有足够强大 才能足够自由 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也要谢谢你 一直鞭策我 横扫百烂 重拾人设 我望着她 看到阳光悉数落在她的身上 她那么漂亮 漂亮又自艺 自艺又嚣张 好似从开始 就该获得世界上 所有的满足与偏爱 半晌 我轻轻叹了口气 无奈笑了 你不必谢我 我自然也有我的私心 谢盈注视着我的眼 你要回家了是吗 我一正 你 谢盈抓着我的手腕扶了扶 半垂下眼 掩饰了情绪 我能感觉到 毕竟 我是世界的虫不是吗 我看不到她的表情 只能听到逐渐低沉 强抑情绪的呼吸 过了很久 谢盈才抬起头 红着眼圈 冲我勾起了笑 晚晚 我送你回家吧 我知道 总有一天我是要走的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舍不得 谢盈是很好的人 也应该拥有很好的一生 再次回到谢家的大宅 我站在熟悉的铁门前 愣愣出神 谢爸 谢妈因为谢氏本家轻腿 已经宣告了破产 这座大别墅也被法院拍卖 我摸了摸大门上的封条 一时间没说话 好半天才看向谢盈 你会把这里买下来吗 谢盈挑眉 拜托 我可是有三百头羊三百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忙不迭捂住谢盈的嘴 我讨饶 别再念绕口令了 谢盈弯着眼笑起来 我想着 你也不会买下这里的 看着建筑外墙上脱落的墙皮 我声音轻轻的 别留在这 不做千金 只做个农场主 你照样也是女主角 照样也是世界第一人 谢盈眨眨眼 看着我的目光很明亮 我想 其实这也是世界想对你说的 我回望着谢盈 慢慢笑了 别被要按剧情走下去的固定思维困住脚步 我来这里这么久 虽然是有要把你掰回猿人社的任务 但现在想想 世界其实一直没有逼迫 我要去走什么剧情 它只是 希望你能做回真正的自己 毕竟原来的你 勇敢 明朗 一往无前 无论身处何方何位 都会是最明媚的女主角 世界不一定要求你做千金 她只希望你能做自己 看着谢盈呆愣的脸 我伸出手给她勾了个灿烂的笑 谢盈 好好生活 不要颓废百烂 我和世界爸爸都希望你能过完属于你的烂漫一生 谢盈目光始终落在我脸上 她抓住我的手 随着我的动作 很慢很缓地带出笑容 眼底温柔的红意 好像天边的霞光 我知道 也希望你能拥有自己喜欢的一生 话落 谢盈的手慢慢松开 我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 仿佛要随着暖流 飘向来路归途 谢盈 最后 我看向地面上的女孩 眼眸弯起 赤红的暮色 将眼前的一切都渲染得美好又浓烈 像一场令人不舍的依恋梦境 认识你很开心 即使以后不能再相见 我也知道 你一定在某个世界里 永远自由快乐着 玩截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 谢谢观看